不管你是否相信神秘的海奥华语言 请一定要认真听我讲完 这个视频很有可能颠覆你的三观 1987年 法国的一位原灵师米歇尔写了一本书 叫做《海奥华语言》 这本书记载着米歇尔一段非常奇异的经历 他说他被一个外星人带到了一个叫海奥华的星球 这个星球是宇宙中等级最高的九级星球 而我们地球是一级星球 他去了这个星球之后 了解到了很多关于宇宙 关于地球 关于人类的事情 他讲述了史前文明到底是怎么回事 生死轮回究竟是不是真的 金字塔是干什么用的等等这些 最关键的是他反复地强调了 他这段经历是绝对真实的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发生在米歇尔身上的神奇故事 1987年的一个夜晚 住在澳大利亚亚凯恩斯的米歇尔从梦中突然惊醒 他感觉可能是早上了 但是他发现他老婆还在睡觉 而且外面的天还很黑 他起身之后才发现原来现在并不是早上 而是凌晨的12点半 他就感觉到非常奇怪 为什么自己大半夜就起来了呢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他不受控制地走进厨房 拿起一支笔就在纸上开始写 亲爱的 我将离开十天不用担心我 写完后就莫名其妙地穿上衣服走出屋子 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要走出去 然后他就被笼罩在一片蓝光之中 他感觉有点不对劲 想要返回房子 这时候他发现自己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吸了起来 他的眼前一片漆黑 突然黑暗中缓缓地走过来一个人 这个人长得非常的美丽 并且有三米高 然后米歇尔觉得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啊 这时候耳边响起了一个声音 你并不是在做梦 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 我们选中了你 做一次特殊的旅行 你不用紧张 米歇尔突然意识到 这个人正在跟他说法语 虽然米歇尔是个法国人 但是住在澳大利亚 平时是说英语的 这个三米高的人自称是陶 是海澳华星球的外星人 他会人类的任何语言 陶对他说 咱们现在在另一个平行时空当中 我们这次旅行的时长 大概是二十年到五十年 所以我使用了时空锁 锁住了你现在这个时空的时间 这样你回来的时候 肉体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 在外界看来 你只是离开了十天 于是米歇尔跟随陶来到了一个 没有门窗的灰色球体面前 这个球的直径 大概是七十米 靠近这个球体之后 突然这个球体开了门 这就是陶的飞船 然后飞船以超越光速几倍的速度 在宇宙中飞行 他们来到的第一站叫做阿莱姆星球 逃放了三个飞行器出去 这三个飞行器进到阿莱姆星球之后 就开始采集空气水的样本 并且把星球上的一些图像传送到母舰上 据米歇尔形容 阿莱姆星球看上去跟地球差不多 只是比地球要大两倍 里面的生物也比地球上的生物大了几倍不止 在一个掩体后面 他发现了人类 身高也足有三米 有男有女 棕色的皮肤都有疾病或者残疾 他们看到飞行器之后 发出惊叫的声音 陶对米歇尔解释 这里曾经也有过高度文明 但是150年前 因为一场核战争 变成了现在废墟的样子 这里的人也因为受到了核辐射 所以都有疾病或者残疾 他们会定期过来观察 米歇尔问 为什么不帮助这些因为核战争受苦的人呢 陶告诉他 这是因为宇宙法则的约束 宇宙法则是无情的 虽然他们也会偶尔的介入 比如种植一些植物 或者拯救一些动物 这样这里的人就有了食物 但更多的还是通过梦境和心灵感应 给予他们力量 地球上信奉的神 就是这样帮助人类的 其实地球上的人和这里的人 是同一个祖先 地球上的人类都是从不同星球移居过来的 陶还解释说 只要有人类的地方 就一定会发生核战争 因为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 都会发现原子 进而发现原子中 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这时人们心中的欲望就无法控制了 尤其是统治阶级 就开始考虑把它当作一种武器 最终就一定会发生核战争 第二战 米歇尔和陶来到了陶的故乡 海奥华星球 陶开始跟米歇尔解释 带他进行这次非凡旅行的目的 我们要给你一个任务 就是记录下你这一路的所见所能 回去之后 你可以用一本书来讲述你的经历 你可以问我任何问题 我都会给你答案 米歇尔就竭尽所能地问了 最代表人类好奇心的问题 所有的人类都是由大圣灵创造的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所谓的造物主 它是由无数的灵魂 或者说电子缠绕起来的一个发光体 就在宇宙的中心 它用四种力量创造了宇宙 第一个力量产生了宇宙大爆炸 生成了宇宙空间 第二个力量创造了宇宙里面的星球 和星球上最原始的生物 包括最原始的动物和植物 第三个力量创造了人的肉体 然后用第四个力量 把它的灵魂碎片放到了这些肉体里面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大圣灵的灵魂碎片 那它为什么要创造这个宇宙呢 这是因为大圣灵本身是没有感觉的 它想通过创造宇宙来感知这个世界 它把灵魂碎片放入我们的人体之后 我们人就会产生感觉和自我认知 于是经历过人生之后 就会把经历的一切寄到灵魂当中去 身体死亡后 灵魂碎片就会回到大圣灵那里去 于是它就可以感知宇宙的所有信息 但是大圣灵收集这些信息是有选择性的 并不是所有的灵魂它都会回收 它只回收纯洁的高级灵魂 那么怎么才能确认回收的灵魂是高级的呢 就是通过分级的方式 地球上的人死亡之后 灵魂是不会回到大圣灵那里去的 如果灵魂境界比较高的话 就会到二级星球去 在那里再过一辈子 死亡后如果能提升等级的话 就能到三级星球去 在五级以下 所有的灵魂是不能够越级的 你不断的修行 也只能一级一级的升 六级以上就是可以挑级的 到了九级 就会来到海奥华星球 宇宙中像海奥华星球这样最高等级的星球 总共有三个 海奥华星球分管地球灵魂的升级 但是是不是说 从海奥华星球死亡后 就一定会去到大圣灵那里呢 答案是不确定 因为级别是可以降的 如果修行的不好 就有可能退一级 如果你在一级星球死后 不能够去二级星球 你就会在一级星球继续投胎生活 直到有一天能升级为止 米歇尔之所以被选中 是因为他曾经最高达到过七级 结果从七级一下子掉回到一级 海奥华星球的人都不知道原因 他们说这种掉级非常罕见 只能说米歇尔是一个灵性非常高的一个个体 希望通过这次机会 能让米歇尔再有机会升回去 能看到的记录就是 米歇尔已经投胎了八十次 这是他的第八十一次人生 当然这八十次不一定都在地球上 可能是在其他星球上